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Peace Pin 与SniPay的 类同的 萤幕截取 便利贴的工具 但是呢 我们的Peace Pin 它除了有 SniPay的功能以外 还能做GIF动画的录制 文字的辨识 甚至呢 也可以做QR Code的一个 辨别 所以 可以说是 SniPay的加强版 目前Peace Pin 只有Windows版本 您当它官方网站下载之后 就会选择 用英文 或是简体中文的界面 那说真的 其实这个软体呢 您只要把它 安装好的目录 直接复制到你的随身碟 或直接复制出来 就可以拿到 别的电脑上来使用 所以 也可以当作是 免安装的版本 在这里 我们来介绍 Peace Pin 比较常用的快速键 这里有两个 是潜力您一定要特别记住的 Ctrl 1 是它预设进入截取模式的快速键 接着呢 就是您要会使用滑鼠滚轮 几乎所有它里面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透过滑鼠滚轮 来改变它的粗细或大小 真的很方便 那如果未来 您想要了解更多抓图也好 或是其他相关的快速键 您就可以参考一下下面这几个 或帮您做的一个中文的说明 这样您后续在使用的时候 就会比较方便 那其实呢 我们把Peace Pin 或者Sni-Paste 把它当作是课堂教学的 即时画面标注符号的工具 来使用 也是很方便哦 例如说 我现在按下 Ctrl加1 接着 我把它按下 Ctrl加A 这样就进入 全萤幕的一个状态 点选画面的任何位置之后 您就可以使用像这样子的箭头 或者是如果老师有特别强大它的步骤 您可以像这样子 有这个自动标号的工具可以使用 滑鼠滑过去滚轮放大缩小都可以 那另外呢 您如果需要画笔 在这边也有像这样荧光笔的功能 可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标示 那用完了之后呢 您可以选择 把它盯选在画面上复制 或者是直接按键板上的ESC 做一个离开的动作 因此呢 其实像这样子 我们拿来做课堂上的 即时标注的萤幕画笔 也是很方便的 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Pispin 怎么应用在萤幕截取 便利贴 文字的识别 还有Qrcode的识别上面 首先一样 我们按Ctrl加1 就可以进入绘图模式 那你在左下角这里呢 也会看到它有列出常见的 一些快速件给你做参考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滑鼠拖曳 选择你所要的截取范围 放开之后呢 如果您觉得这个范围不大满意 还可以再重新做调整 这个算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接着呢 您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这边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浮动的标记工具列 你可以在上面 框出您要的这个形状 然后呢 透过滑鼠的滚轮 就可以调整它的粗细 那这里当然也有不一样的 这个属性 你可以来做设定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箭头 箭头的部分呢 它的箭头的类型也很丰富 所以呢 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种 有粗细的 那接着我们刚刚有看过 像这种标注的 这种在老师呢 如果是制作有步骤性的一个操作程序上的话就很方便 您可以直接透过滑鼠的滚轮放大缩小 那也可以透过下面这个地方呢 直接指定它的起始 或者是现在要加入的号码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文字的部分 您看文字部分这边 一样 我们不只可以打中文英文 而且呢 你可以透过滑鼠的滚轮放大缩小 都很方便 那接着呢 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它的橡皮擦 一般可能我们知道的橡皮擦 都是擦除荧幕上的内容 但是那橡皮擦呢 是只能擦除您所注记的内容 例如我这个框不要了 我来这边把这个框涂掉 所以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原本 这个画面上的内容 那好的之后呢 您在右手边这里 钉犬就会变成便利贴 下载就会变成一个储存 然后再就复制到剪贴簿 所以像这样子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使用 如果我在这边按下钉犬 我们的内容就会变成一个便利贴 那您在这边呢 可以搭配滑鼠的滚轮 来放大缩小 那这个便利贴会一直 保持在视窗的最上方 所以您可以透过像这样的方式 来设定它 就真的当作是一个贴的功能来使用 那您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要不要一定要置顶 好这边呢 如果你把它取消掉之后 它就是跟着一般的视窗的顺序 这里我们补充一下 如果您想要截取画面的时候 要有包含滑鼠的游标 那您可以选按键盘上的毛毛虫 那个符号 那它就会把游标显示在上面 或者是您进入它的设定 把这个游标设定为预测都截取显示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做所谓的文字的识别 在Pispin里面呢 它很方便的就是当我们截取完成之后 不论是您的内容是不是文字 比如说我在这边这样截取这个范围 只要我变成便利贴 您滑鼠移到便利贴的上方 您会发现 我就可以把它框选起来 您看我移到下方这里 这个内容原本是图片 我们也可以选起来 即使是选单里面的内容 我也可以直接做复制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真的非常的方便 您可以按下Ctrl加C 也可以按滑鼠右键 去把这些内容把它做一个选择 就可以拿到其他地方来用 那这里呢 其实补充一下Windows 11 内建的这个检取工具 它现在也有这样的文字OCR的辨识功能了 所以呢 您用这个快速键Windows加Shift加S 截取完之后 您打开这个检取工具 它上方就会有一个叫做文字动作 按下去之后呢 会自动帮您做文字的辨识 那只要有反白地方 都是它有辨识成功的 一样可以把它做复制 跟拿出来到别的应用程式里面来用哦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您要截取的内容 有QR Code 一样的 我们按Ctrl加1 先把您要的范围 把它作为一个选定 在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按下键盘上的Q 原本画面上的QR Code 就自动显示出 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 您可以直接复制 也可以直接开启它 所以您看这样就非常方便 那如果您不要的 就按一下Q 它就恢复成 没有QR Code辨识的状态 这个功能真的也很方便哦 好那我们Pispin呢 跟SniPass一样都有所谓找回历史记录 而且可以重新编辑它的能力 这也是这两个软体很重要的功能 一般来说我们截取完了 如果您的截取范围有错误 或者是像这样文字里面 我可能有打错 或这些标注 有弄错地方 我们以往的动作都只能重新 截取一次 但是呢 我们只要搭配键盘上的 逗点跟据点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回到过去 那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因为它预设的话呢 只会帮我们记录10个 所以您可以把这个数值调高 这样以防万一如果你有需要回到过去呢 再去把这些截取过的图片做修改的话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咯 一样按住Ctrl加1 进入截取模式之后 我们按逗点 刚刚我们所截取到的内容 就重新又回来了 所以比如说我的这个数字的标注有错 我就回到数字的工具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再编辑它 那如果是像这个呢 你可以回到箭头的工具 我可以重新再调整它 如果是文字 我就回到文字工具 这些都可以调整 甚至我们的截取范围 我也可以重新再做调整 这个都是一般来说 我们以往影像截取软体里面 没有的功能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复制出来 或再把它做一个钉犬的动作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回到过去 长画面的截取也是PeacePink的特色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文件 或者网页比较长 有些软体呢 也有类似的功能 不过呢 您只能全萤幕直接做截取 但是PeacePink呢 你可以直接自己指定 想要截取的范围之后 再透过卷动 它会自动把你缝合好 效果其实蛮好的 那我们现在实测一下 按下Ctrl加1 拖曳选取你要截取的范围之后 这里有一个长截取的按钮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卷动你的页面 它就会自动把我们在右手边 帮你冰跌起来 那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也可以按一下这个取消 重新我们再来录制一次 再按一下 这样就可以重新录制了 所以很方便 好的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复制 或是按下载 这样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最后呢 我们来看PeacePink 怎么录制操作 巨幅的动画 一样Ctrl加1 进入截取模式 选择你想要录制的范围之后 接着这里有一个据符的按钮 那我们在这边呢 你可以先按一下这里 先看看它预设的播放速度 还有就是延迟的时间 如果呢 我们照预设值 我就可以按这里 开始录制 那您在这个同时呢 还可以同步的去操作 我们的标注的工具列 你可以在这边像这样加上 项目符号 也可以加上这样子的箭头 甚至呢 我想要有标注一下它的重点 这样呢 都会被录下来 我们如果想暂停 你可以按一下暂停 先把你的画面再准备好 或是要切换页面 好 例如我现在把它往上卷动 那我再把这个画面呢 内容把它做一个清楚的动作 现在准备好了 我就可以重新再按下去 继续录制 好 现在我要在这边按第二个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用笔 来框选一下这边是怎么制作的 好 像这样好了 我们就可以按停止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它的一个成果 好 我们就可以按下Belay哦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刚刚所录下来的内容 保留下来 如果您觉得OK 一样就从右下角这边 把它储存起来 就会变成GIF的图片格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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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